伊哈战争戒满周年 中东战事不断升级 战事余波持续震荡德国 过去一年里 深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抗争活动不曾停歇 市中心的胜利女神住前 举办一场以和平与武器禁运为主题的活动 聚集来自各个反战与阻力团体人士 反对德国政府 军援 以色列 我觉得是重要的 那我作试装试 试试试图 世界最坚的解决 而是非常好了 我感到解决的政治 中间面图的力量 不用力是没用力的力量 尤球显産主义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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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 如果他们禁止发送武器 他们可以开始握握握 那会有真实的影响 柏林创意团体犹太直宣陈元丹尼尔表示 德国社会对尾巴问题的态度 呈现严重的二人对立 他们试图在这复杂问题中 寻求共存与理解的可能性 建立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桥梁 也因为在德国 但在全国的全国 尤其是在德国 尤其是在德国 是在德国的习近平 而是在德国的世界 他们最受惧欺验 他们想要反共产党 成为反共产党 所以我们的身份 显示这不是正确的 你能够成为俄义和反共产党 而成为反共产党 而反共产党的反共产党 对于俄罗斯坦人的反共产党 并不是反共产党的反共产党 柏林举办大积 和平示威活动 除了表达对尾巴停火的期盼 也让不同社会运动团体 打破同温层 促进社会对话 增进彼此理解 中文社税林尚银 柏林报道